一言兴邦 一言丧邦 这句话 用在战国时代那些纵横家身上 再合适不过了 前文书咱们讲 六国败相的那位苏秦苏继子 这位苏先生 因为记恨秦王 当年不用的 他改变政治主张 纵六国以伐秦 所谓合纵 就是联合众弱小 打击强国 因兆韩卫主 齐 让他给说的 一块拜他为相国了 真就六国合兵 历史没有如果呀 如果六国 想当年要是团结一致的话 那历史就改写了 可偏偏 这六国是各揣心腹事 尽在不言中 表面浩荡荡 兴致动众 实际呀 谁也没有真正 去跟秦国对抗 所以秦国并没有灭亡 可就这样 吓得那位秦惠文盲 也不敢再到 韩古关外边 转悠来了 苏秦的合纵之法 着剑成效 他最感谢的就是 燕国 当年到秦国 赵国都碰壁 是人家燕盲用的他呀 为了报答燕盲 他给燕国做了一回 间谍 奔哪了 奔齐国了 名声在外的苏秦 一到齐国 受到重用 实际他是怕齐国 把燕国给灭了 或许苏秦在齐国这些年 把那位齐王折腾的够呛 大兴土木 贪酒好色随便玩 没事多打几仗 只要不打燕国就行 折腾的一个东方大国齐国 简直 经济都要崩溃了 能有不记恨他的吗 有人派刺客 就把这苏秦给刺杀了 当时苏秦正在齐王宫中 这一匕首给扎着之后 苏秦剩下一口气 见齐王 齐王也不知道谁杀的他 那我怎么去找啊 苏秦告诉齐王 您就说早想让我苏秦死 悬赏刺客 自然有人会来请公啊 到那时 大王替苏秦报仇吧 这就是苏秦的智慧 结果他这么一死 那边悬赏告示一贴 真就有人来了 是我把他杀的 得了 齐王一看 那你就给他抵上对命吧 苏秦死后还报了仇了 他这么一死 这纵约就麻烦了 合纵约定 眼看就是名存实亡 是谁来破解了合纵的约法呀 这就提到了另一个概念 纵横纵横嘛 那位连横大师 张仪了 冯孟隆 在东周列国志里边 说苏秦跟张仪 是一个老师教的学生 他们都是鬼谷子的门徒 两人同时授业 可是历史上 这二位年代 差了好十年呢 张仪是连横家 一点不假 什么叫连横啊 按当时的版图来说 由南到北 联系众若义抗强秦 视为合纵 那么东西呢 东西相连 视为连横啊 张仪凭借自己 三寸不烂舌 到秦国拜相了 他的主要目的是 要帮着秦王 如何来面对 合纵的局面 打破这合纵 秦国就摆脱被动了 秦王很重视张仪 也打听过这张仪 挺惨的呢 张仪怎么个惨法啊 这张仪是魏国人 学艺成功之后 不能在魏国待着呀 魏王不重用他 他奔了楚国了 战国七雄之中 西边最强大的是秦国 东边是齐国 南边是楚国 这三国实力比较强啊 那么魏国离楚国也很近 张仪心想 我到楚国谋求功名吧 正赶上昭阳败相 昭阳就是前者 画奢天族那位上驻国呀 最后他也到楚国当了丞相 又升官了 和这昭阳飞扬巴扈 悟空一窃 有一次 得着一块宝币 就那和氏币呀 把文武 亲属都找来 要观观宝币 看看宝 张仪作为昭阳的门客 也有幸参加盛会 结果不是哪位 趁着大伙不留神 把这和氏币给偷了 挨个搜身 找不着 赵阳告诉谁也别出这屋子 找吧 翻了个底调啊 就差绝第三尺啊 那谁拿的呢 有人指的指张仪 怎么 你看那小的那穷相 张仪穷啊 他跟苏秦是一样的 家境贫寒的 那人穷难免致短 有人怀疑 你看张仪 穿的就算干净 但是可够简朴的 粗布衣衫 他们家穷 他容易偷 结果被昭阳 把张仪这通打呀 气得张仪 难以申辩 大伙认定你就是贼了 在楚国受辱 张仪一咬牙 立志要报复楚国 自己的媳妇见着他了 哭得不成样子呢 怎么这丈夫出去时候 愁着满志回来 怎么打成这样 这没朋友帮忙 你就得死在楚国呀 张仪告诉他媳妇 你看我这舌头了 对吧 我只要口中舌头还在 我就能报复 这些纵横家 除了出身贫寒之外 他们都十分向往着荣华富贵 向往着出人头地 有一颗极其浓重的功利心呢 张仪立下志向了 养完伤之后到秦国 正感觉这秦王 被这六国合纵 闹得焦头烂额呢 张仪献策 大王 您想想 六国之中 谁为强大呀 秦王一听 无非是 齐国 楚国呀 对 现在只要让齐楚 解除盟约 合纵不攻自破 韩赵魏烟那小国不在话下 可大伙都知道 现在那楚怀王 是纵约长了 六国开超级会议时候 他是主持人 这楚怀王跟齐国 刚刚结完盟 这两个大国不拆开 咱们秦国难有作为 秦王一听是啊 那么张先生 你有什么好办法 能让他们变成仇家吗 自然有办法 您得给我准备金钱 我先辞了咱们秦国的相国 我不当官了 然后贷重金 难有楚国 必定让楚国跟齐国绝交 就得费钱 这事说白了吧 秦王一听 我倾国倾城之父 还架不住你一个人 出门旅游吗 你要多少钱说吧 好嘛 有资金及时到位 张仪感觉是胜券稳操 带着钱就奔了楚国了 到楚国 直接见楚怀王吗 没有 张仪早打听明白了 楚怀王有一个宠臣姓晋 叫晋上 这晋上 仗着受着楚怀王的宠爱 他是欺上门下 贪婪成性 油耗钱财 你这钱越多越好 越多越不嫌多 就这么一位 那就投其所好了 张仪结交晋上啊 以仰慕大明为由 先把这晋上晋仙夸一通 楚国要没有大夫您 怎么能够在七国之中 傲然独立啊 楚王全仰仗您了 我久慕您的圣名 特来拜会啊 打哪来啊 张先生 我从秦国来 给您带着好些土特产呢 哪是土特产呢 打开包以后 除了金子就是银子 我这晋上高兴坏了 有所求啊 你不能白白给我送礼啊 我想面见宋约长 呃 楚王陛下 那那那听我的吧 就这么着 晋上给引荐 有秦始张仪求见 楚怀王一听 这是宠臣推荐的 晋上说什么他都喜欢 呃 说什么他都相信 把张仪请来吧 先生 来到我楚国 有什么见教吗 好感情各国这些君王们 对这些人才都这么客气 甭管真的假的吧 是一种时尚 来不能白来 你得教导教导我 哎呀 呃 张仪连忙站起身来 呃 吓死小人也不敢呢 小人此来 是为楚国跟秦国 结交而来 大王您想 秦楚多年已不往来 日久 难免生恨 像这样 长此以往 与楚于秦都不利啊 故而 我家大王派我 出使楚国 是为了修复友好啊 啊 楚怀王一听 这是一位外交官的外交辞令啊 寡人 也想跟秦国交善 只是进来 征战不断 秦国 也总侵罚那些小国 所以 寡人 怀疑秦国是否有这份诚意啊 我就是为了我家大王表诚心来的 张仪跪到在地 呃 细讲自己的缘由 大王请想 今天下之国 虽然大国有七个 但是 真正强盛的 无外乎 楚国 齐国 还有我们秦国 这三者 秦 东和于齐 则齐重 南和于楚 则楚重 你想 他跟谁好 谁势力就大 我家国君的意思 是想跟楚联盟 而不想跟齐国联盟 所以才让我来啊 大王您想想 以齐国跟您结为婚姻之国 您跟秦国却无往来 日久 我家秦王 一定会记恨大王您啊 所以 应该跟齐国 断绝往来 那么秦国 必然 跟楚国交好 张仪说这番话 那可是有目的的 为什么 他把握住了 楚怀王的心思 最近 齐国 刚刚 发了一回烟 要不说这六国合纵 终究会失败 跟这些位当家人都有关系 私心太重 本来六国合纵 要这团集一致的话 几个秦国也完了 偏偏这几位 各揣心腹事 为了利益 你争我罚 最近齐国罚了燕国 让这位纵约长 楚怀王很没面子 对齐国有看法 那么秦国此时 也想提出 跟他交好 这正是楚国 求之不得的 楚怀王心想 我跟谁交往 不是交往 齐国今天能罚燕国 将来 他要是把韩赵卫收拾了 他就能罚我楚国 有秦国坐后盾 我还怕你东方齐国吗 其实这六个国家里 好些人私下里 都想跟秦国王来 恰恰中了张仪连横之计 这一连横 把你的纵约 就给打散了 楚怀王说 诚意在哪里啊 张仪一听 当然有诚意啊 我家大王真心 想与贵邦交好 特意祝福我 以前跟楚国开兵建杖 占领的地方 都还给楚国 而且阁下 商鱼之地六百里 奉献给楚国 愿意秦楚两国 结为姻亲世家 共同抵御诸侯 大王 还说我们心不成吗 这楚怀王啊 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固执 一个是愚蠢 这都不是什么优点 他也贪得利益啊 一想 商鱼之地 复原六百里 这要归了我 我这地盘又扩大了 啊 我又有了六百里的疆土 我又能跟秦国 这么一个大国 做回儿女庆家 那谁还敢欺负我楚国呀 看来这回秦王是真想跟我交好啊 再看那楚怀王 这笑容可拘啊 张先生 如果你家大王真能归还楚国故地 寡人又和蔼于齐啊 我凭什么跟齐国交好啊 哟 旁边大臣一听 这话可不应该当着众人面说呀 为什么 各国都有眼线 这话让齐国听见 那多不好啊 楚怀王顾不了那么些了 那好 我马上修书一封 派使臣跟你回去面见你家国君 到时候 把那六百里商鱼之地 化归楚国 咱们就正式结盟了 多谢大王 张一寇都现在下去了 他刚走 好些大臣都反对 头一个 就是那位屈原大夫 屈原 枯败于地呀 我王万万不可如此啊 怎么 这是空口无凭 六百里土地 秦国能随随便便 白白赠送吗 此乃张仪之诡计 秦王 揣着一颗狼子野心啊 大王请想 秦国为什么想跟咱们楚国交好啊 就是因为咱们跟齐国结盟 如果绝交于齐国 那么咱们楚国可就事孤立丹了 到时候秦国恐怕也不会给咱们那六百里的伤鱼之地 这是一个圈套 不能听张仪的呀 可这才没心窍的楚怀王 死活听不进屈原的劝谏了 那进上 一个劲地反对 曲大夫一派胡言 张仪 一心为修好而来 我家大王不能错失秦楚交好的良机 他是拿人钱 要替人消灾啊 曲原还在那跪爬着 哭诉呢 本身这屈原跟这进上就不合 为什么呢 楚怀王登基之初重用屈原 屈原屈大夫 是一个改革家 而楚怀王刚刚登基的时候 楚国的那些兴盛 跟屈原有关 时间长了 才学 身份 职务 都让人嫉妒呢 这屈原尤其跟进上这种人 他不合路 那是一个阿语小人 屈大夫 两袖清风一心秉公 这叫水火不相容啊 趁着这一次楚怀王 财迷心窍 非要要人家六百里地 就这么一个茬 进上这没少了 说的屈原坏话 说来说去 这屈原 反复劝谏 把这楚怀王 给劝挠了 罢了他的官职 后来一想 也不能一路到底 你去做三吕大夫吧 三吕大夫 就负责 楚国王族 贵族的教育 相当于当时 楚国的教育总长 你你你你交客去吧 任凭屈原 怎么劝 也拦不住 楚怀王啊 倒是自己 降了官职 没了实权 屈原感觉 心里边够委屈的 但是 他终于 楚怀王 到哪儿都得好好干 楚国这教育 他抓得不错 还有机会 要跟楚怀王提呢 楚怀王都不见他了 早把使者找来了 找使者 跟张一一块走啊 此人 叫冯侯丑 父姓冯侯啊 这冯侯是外来姓 要查查他的来源 是南匈奴的一个姓氏 匈奴分南北啊 这位冯侯先生 跟着张一 或这一路上 要完成使命 接收这六百里的 伤于卧土 回来那多风光啊 可张一比他还大方呢 呃 这一道上 吃喝玩的 都是张一结账 张一花钱 对啊 秦王不告他了吗 只要你能离间了 楚国跟齐国的结盟 要多少钱我都给 好吃好喝好招待 冯侯丑 逢酒避醉 一醉 就到天亮 这一路 喝着酒 聊着天 逛着山景 跟着张一 就到了咸阳 秦国的都城在咸阳 赶一到咸阳城 张一 把这冯侯先生 又请来了 咱们这回 正式下大饭馆 得吃一顿 那一路上 积餐露宿 都亏待冯侯特使了 还积餐露宿呢 多客气啊 俩人 大白酒宴 俩人吃了半桌 张一喝多了 临下楼的时候 要上车 坐钻车 得回家呀 这刚要上车 一脚没踩住 伸得腾空而起 呱 又摔下来的 哎呦 冯侯丑吓一跳 呦 张先生怎么样啊 哎呦 坏了 我这脚 大概是断了 张一真摔掉了吗 哪啊 这脚受伤是假的 呃 我赶快回家歇着吧 这一回家歇着 冯侯丑就算 见不着张一面呢 怎么 我是跟着他一块回来的 我得见秦王 见秦王 好要那六百里地呀 可张先生 怎么就喝多摔了呢 你说 等他养养病吧 伤筋动骨一百天 哪会儿能养好啊 风侯丑这着急呀 呃 没吃没住 那倒不是 来往之间 这外交官 都有那个招待的地方 管医吗 可是这事儿没办成 风侯丑 简直吃不香 睡不好 到家看看吧 到家里 到家里边想去 拜望拜望张仪 每次都被人家给拦了 张先生说了 伤势严重 闭门谢客 要静心修养 你说我是楚国的使臣 张先生知道 让您在静候几日 这张先生老这么闭门养病 他也不来见这冯侯丑 也不上朝 可把这风侯丑 丑死了 自己直接见秦王吗 好像也不行 为什么呢 秦王没工夫见他 没有张仪引荐 自己跟秦王怎么说呀 再说了 现在他有点依靠这张仪 没有张仪 他感觉什么事儿办不成 那干脆 先给秦王写封信吧 风侯丑 上书秦王 就把张仪去楚国 说的这些话 什么六百里 商鱼之地 这事儿都写上 秦王 看完了冯侯丑的上书 给回了冯信 怎么说的呀 如果张仪跟贵国有约定 寡人必当见之啊 我一定会实践 对线诺言 但是寡人听说 楚国跟齐国 尚未绝交 寡人恐怕受欺于楚 所以 等张仪病好了 咱们见面再说吧 哦 风侯丑一看 毛病在这儿啊 我说老也不见我呢 感情是因为我家 楚王 还没跟齐国绝交 我赶快写信吧 这风侯丑 给楚怀王写了封长信 楚怀王 这两天做梦都梦见 伤于那六百里土地了 马上派使者出示齐国 宣布齐楚断交 可把齐国给气坏了 风侯丑那一看 已经断交了 这回得要地了吧 哎 张仪这腿啊好了 一见面 风侯丑一移到地啊 我的张先生 张德哥 那六百里地在哪呢 张仪听什么样六百里啊 六里你听错了 哎 说的不是六百里 六百里是我家大王的国土 我哪说了算呢 我说的是六里地 大王封我那块地 我可以给楚国 嘿 风侯丑 带着怒火 回到楚国 面见楚怀王 屈原还在那跟楚怀王讲 秦国的诡计呢 他越数了 这楚怀王越烦屈原 你给我远远的走吧 发配了屈原 把屈子给流放了 告冯侯丑 统齐人马兵发秦国 秦国一看 齐楚断交了 好事啊 趁着齐国 齐王正在气头上 秦国打算要跟齐国交好 借点兵马 自己也在召集人马 等于齐秦两路夹击 楚国的楚怀王 怎能不败 这位冯侯丑都给战死了 楚兵八万人 被两国联军给杀了 一下 楚国的实力 就大不如先前 走向了衰败 这就是张仪七楚 一段战国往事啊 他用自己三寸不烂之舌 报了当年在楚国 受辱 知仇